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嘉雄 2020年3月20號,現在早上8點31分,倫宇欣 倫宇欣呢,現在到了我們今天3月20號 所以倫宇欣是從,這都有記錄,因為 這是16篇第10章 君子有九師,這個 四師明聽師聰,色師問茂師公,言師中四師盡 疑師問,混師難見得師義 這個九師呢,在腦子裡面當然就會跟這個 這個我們今天講的九師的師是聚集在聽師聰 但是它是九合是一體的 所以就像景田制度 景田制度是商朝周朝的制度 但是它就下朝就開始施行,下商周 所以在西周很充分,但是到了這個 商鞅在秦國之後 這個公元前361年的時候 就因為有廢景田、開籤物、明德因買賣 承認土地私有 所以景田制度就是十七一一 但是在人生的旅途上 就是景田這個中央的景字 在我來講,公田呢,像詩經講的 這個,與我公田,睡即我食 公田就是中間這個大腦 那大腦呢,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後面,各位可以看到 是不是大腦 然後大腦的時候,那個公田是大腦的話 我食就藏我食節 所以視,雖然是看 但是它是整個大腦 第一對腦神經、秀神經、四神經 一直到第六對 一秀二十三端、四、五、三、六 外旋,全部都在這個 射對腦神經前面 像大腦皮質,從這個耳朵這樣上來 它這個是一個中間段 前面呢,一小部分就運動也 後面一小部分感覺也 那這個就控制我們的一生 那所以我們的修養、修道 修道的修呢,是一個人 然後拿著棍子 在水裡面走啊,在山裡面走 不停的 所以道是一個頭在走 所以修道就是如此一回事 所以九師事實上也是一個修道的過程 所以在九師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在論語裡面我們可以了解 就是像十二篇第一章 跟這個十六篇第十章 會議的地方是什麼 十二篇第一章是 言言問人,子曰克己護理 一日克己無護理,天下歸人焉 為人有己而由人乎塞 克己護理 克己護理 護理這個理事實上 跟九師是一致的 那言言問孔子說 請問其目 它的條目是什麼 那我現在說這九師是九條目 那它是克己護理 克己護理回到理 那它就用四個非理來解釋克己護理 它所非理悟視、非理悟聽、非理悟眼、非理移動 所以這非理跟這個九師就有個千隙 所以像 《論語》第八篇第二章 公而無理則老 聖而無理則喜、勇而無理則亂、之而無理則繳 那這也是一樣的謙細 公聖就是共是一個共同的心 你跟人家共心 但是不合理 太理、過理則色 然後過淺也不行 所以 公而無理、沒有理則老 勞民身材 聖而無理則喜、勇而無理則亂、之而無理則繳 所以這也是四個無理 跟這四個非理 十二篇第一章、第八篇第二章 就又遷徙在一起 那在十七篇 我們第八章 說 moving Looking 呃 六圓 六壁 六局 就是遮徽的壁 此入也 олов届 遇徙 倪 lub 流居如 你坐在那里 你好好聽我講 就是六言六壁 好人、人愛的人 不要學 其必乙 好 这个六个好学不好学 不好学 所以在这个十六篇第十章九诗里面 我们看到第十二篇第一章 言言问人 客戟复理 客戟复理呢 他用什么来签字签信 就是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那第八篇第二章 孔子讲 功而无礼则 劳胜而无礼则洗 永而无礼则乱 之而无礼则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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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四个无礼 就是功而无礼 那跟非礼 非礼 无礼看起来是很类似 但是功而无礼 圣而无礼 永而无礼 之而无礼则搅是人迹的 非礼物事会一定会为何动 是你自己心里出来的 所以从刺激到万 所以有了刺激 有了人迹关系以后 再来就是第十七面第八章 六言六弊 就是耗人不好学 耗不耗 耗不耗 那简单说 六弊就是不好学 那耗人不好学 其弊也余意 耗智不好学 其弊也当 耗性不好学 其弊也贼 耗智不好学 其弊也脚 耗智不好学 其弊也脚 跟植物无礼 脚一样 耗人不好学 其弊也不好学 其弊也狂 所以在这个几面的状况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了很多的观念 事实上 在观念里面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脑子呢 它很重要的就是 有三条天能地 在我来看 那第一条呢 在这个就是 这个是火柴棒 火柴棒呢 我们这个大脑 这个算前 这个算中 这个算后 那大脑脑部有大脑 尖脑 中脑 乔脑 眼脑跟小脑 然后再穿过积水 这是积水孔 那积水孔呢 只有追动脉跟追经脉在处理 它是连着脑部的 眼脑就是眼水 眼积水 所以这里有个追动脉 追经脉 好大家记得 这里有个颈动脉 那这里是颈静脉 颈动脉呢 它是从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颈动脉 它是心脏的血液 从心脏 送到头部 那头部的血液呢 大部分 基本上来讲 前脑呢 大部分是靠颈动脉上来 后脑呢 大部分是靠追动脉 追动脉就从这个地方上来 那这两个 它在脑部以后 有个威尼斯交通循环 那结束以后 它一部分就走追经脉下去 一部分就走追经脉下去 那是在头颅部里面 那脸部这个部分呢 脸部部分 它有颈外静脉 所以这个听起来很复杂 但是我要讲 颈外静脉跟颈外动脉 它就是我们的脸色 色诗温 那所有的其他的追动脉 追经脉 跟颈内动脉跟颈内静脉 它就是从停尸冲 色诗温开始 一直到我们所谓的见得失意 它全部都是脑在控制 所以我们用这个来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更清楚 各位可以看到 我用这个棒子吃的 这里呢 这条 你看蓝色 蓝色这个地方 这就是追经脉 那追经脉 它走到这里以后 它就回到心脏 那这追经脉 它里面还有追内静脉 这整个追经脉 追体脊椎的静脉系统 它是全身的最微妙的 它可以跟我们头部的这个痕迹脉 还有痕迹脉一出来以后 经过大脑的时候 痕迹脉 各位看到 这个 各位看到 这个 这条线呢 这就是痕迹脉 痕迹脉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这里 它就进到这个颈静脉孔 痕迹脉进颈内静脉孔以后 它出来就是颈内静脉 所以各位看到这里 这就是颈内静脉 这就是痕迹脉 那看外面这个 就是颈外静脉 颈外静脉 颈内静脉 就合为颈静脉回心脏 所以这三条 月端症 这六个月端症 就是我们的 非礼 四个非礼 四个无礼 四个不好学 四非礼 四五礼 六个不好学 而集中于九师 那我们今天这个 《论语》 《论语行》三十一一 就讲到这里